有的時候有可能會變成是用發抖的方式 腳有點像在發抖 為了要很快所以會變成腳是用抖的 但是這樣的聲音並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比較建議的狀況是 如果你希望快一點 然後你希望力量均勻一點的話 你需要多一點時間練習去體會踏板的慣性 然後再一點就是 第一個音符在速度快的情況下容易變得比較輕 它的穿透力就是它的punch比較不夠 可能會是這樣 變成第一個音輕第二個音很重 有點落差是難免但是落差太大就沒那麼理想 所以關於第一個音要怎麼樣讓它不要太輕 這邊提供一個解決的方法 就是在踩的時候雖然連續踩 現在你們已經聽到有連續踩的聲音了 但是你要讓它有punch並不是要更用力 你可以去體會一下 當你的腳踝往下踩 到底的時候會有一個 我們說死點 就是你已經不能再往下了 實際上你的腳踝並不真正踩到這個死點 你只是非常接近這個死點 然後你的腳踝就會 去 等待 骨槌 擊中骨鼻之後那個預期的反彈 再順著這個反彈上來 所以現在我在踩的時候腳踝並沒有真正踩到那麼深 並沒有真的踩到死點 那怎麼樣有punch呢 就是你的踩的深度盡量再升一點點 越接近那個死點 你的穿透力就越夠 但是它會有一個 難度就是 越接近死點的時候 反彈的那個掌握度會越困難 試試看我現在踩的淺一點 離那個死點沒那麼近 聽起來是聲音比較 顆粒比較輕一點 踩的深一點 但是我並不真的 特別用力 但由於踩的比較深 力道傳導的比較多一點 你就會覺得這個 音符的punch比較夠 今天講到這邊